裂痕從天花板經過整面牆 延伸到地上磁磚 常常過後花蓮有大樓住戶 讓路透社記者進門 看看家中被破壞情況 因為昨天在整理的時候 就是看到牆壁上 我自己在做孩子的成長紀錄 那這裡就看到說 怎麼這一塊就是受損了 孩子就看到就說 媽媽你看這塊破掉了 那心情真是覺得很無奈 牆上升高紀錄掉了一大塊 有幾條裂縫 大到甚至能看穿隔壁房間 回去然後看到家裡 都令人誇張這樣 就是不敢在裡面待太久這樣 就感覺再搖一次就快倒了這樣 看完災情得趕快離開 這裡已經不能住人 在明舉呢帶著舊家記憶 找新的住所 我不要再找那麼高了 就是不想再找大樓 再也不想住大樓 不過這回7.2地震 雖然天搖地動 但類似的住家破壞案例 並沒有相當多 整體災情也相對小 CNN記者在花蓮讚賺台灣房子的耐震功力 其實自從921後 台灣建築耐震設計法規就有修訂過 台灣的建築基本上都要做到抗震 因為有基本法規 只是說法規規定是法規規定 設計它一定會設計足夠的鋼金量 可是重點在採發營造的時候 用最低價 最低價就不可能會有最好的品質 所以當然品質越扣分 主要風險在這裡 而台灣耐震設計很大一部分 是受到同樣地震頻繁的日本所影響 模擬震度7的強震 比4月3號花蓮6強還要搖晃 房子外觀看起來沒事 主要因為本身就透過建材和結構 達到耐震 而不止不到日本越來越要求 建築內部有受損 耐震其實只是基本要求 抗震工法中還有一環叫做置震 不在建築本身 而是內部或外部家莊 減少搖晃時本體承受的壓力 想像是很厲害 揺れ不見 很厲害 我還想揺れる可能 台灣常見的斜稱阻尼器就是一種 這個金屬板的材料是 軽磯記憶合金 一個特殊的金屬 形形形形形形 也會改變 温度上升 以後會變成不思議的材料 製震方法多樣 包括台灣和日本 都會嘗試各種新型材料 還有第三種抗震工法 叫做免震 免震構造得在蓋樓前 就設計好放在最下方 地震來時隔絕晃動的地面 和建築結構本身 效果雖然好 但施工難度也相當高 從左到右 就是耐震 治震和免震 三種建築防震方式 不同工法的採用 甚至結合 才讓強震過後 台灣有相對低的損失和傷亡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